男友躲进镜子后的密室假装失踪 通过玻璃观察男友的反应 男友拿着花进入房间 很快发现了桌上的便条 看了分手视频 他的觉得女友在开玩笑 可当他翻开衣柜后 才发现衣服全都不见了 他赶紧打电话给女友 却显示已经关机 看到男友不知所措的样子 女人心中暗爽 他觉得自己在男友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可当他将玫瑰花摔向镜子的时候 女人有些慌慌 觉得男友生气了 他连忙去包里翻找钥匙 这才发现自己跑得太匆忙 不慎将钥匙落在地上 而这间密室见得非常隐蔽 外人很难发现 如果没有钥匙 里面的人根本不可能出去 他疯狂地敲打面前的玻璃 还不停地呼喊男友 可他就是听不见 他拿出手机想打给男友 但举多高都没信号 他又找来其他钥匙尝试 可不论他怎么转动 玻璃纹丝不动 女人气急半怀 抡起地上的椅子朝着玻璃砸了过去 可密室的玻璃是中国制造 坚硬程度有目共睹 不仅坚硬而且隔音 看着对面的男友 女人后悔不已 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可这样也不是办法 他四处翻找 看到了战争时期的照片和衣服 随后 他用找到的起罐器开始凿墙 可过了很久 依旧没有看到外面的空间 他又在箱子里找到了几个罐头 打开后闻了一下 腐烂的味道让贝伦冷心不已 为了不被饿死 他还是抓起尝了一口 没想到罐头已经过期很久了 难吃到直接吐掉 他连忙跑到水池旁 可流出来的却是黄黄的脏水 他步不上那么多 横起就喝了几口 好在外头的男友也没有放弃 他去警局报了警 可毫无线索的情况让警察犯了难 甚至还觉得有可能是男友因为矛盾 将贝伦杀点 一连几天过去 贝伦就靠这几个罐头硬撑 而在外头的小安也不好 不愿相信拥有走的事实 从此已久不日 一遍又一遍地看他留下来的路向 这天他终于接受现实 打算重新振作起 说出最真实的住院后 他打开水池 让自己清醒一下 贝伦在密室里十分气候 没想到男友这么短时间就放弃 他气得踹在脚下的水管 可没想到的是 水面竟泛起了层层波纹 原来密室的水管和浴室是相通的 他看到了希望 抄起旁边的铁棍不停地敲打水管 水池果然出现更多波纹 可粗心的男友并没有发现 喝了酒直接离开了 贝伦不知所措 他只能不断地用起关器早巧 希望可以尽快打通 这样就可以让男友就自己出去了 可这时 头顶的灯也坏了 密室陷入一片黑暗 他走到开关处手动发电 可没成想直接跳着 这下好了 不仅出不去 连灯光也没有了 这天晚上 熟睡的贝伦听到了什么声音 他起身查看 引入眼帘的是两个影子 随后便出现了一男一女 他没想到 男友这么快就带了新女人回家 贝伦崩溃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让他更崩溃的事情还在后面 女孩看着男友和新欢在打扑克 十分崩溃 他捂着耳朵 不断拍打着玻璃 希望他们能停下来 事实上毫无作用 因为密室装有扩音器 两人的全部过程被女人听了个真切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自己 为了测试男友的忠诚度 他假装失踪进了密室 没想到却忘了带钥匙 真的将自己困在里面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 前几天还沉浸在找自己的男友 转头就带了一个新欢回家 这个新欢不仅霸占了他的男友 还霸占了这座房子 隔天 安娜起床刷牙 见她拿起自己的牙刷 被轮气得大骂 不解气 还冲到水池前去骂 可外头的安娜像是听到什么 她贴近水池去听 可声音又消失了 看着和男友的照片 眼泪不禁掉落下来 她真的很后悔 求人不如求紧 她拿着乞惯器继续凿墙 可这次 她凿到了钢筋 这说明这堵墙厚实的可疑 她的希望破灭了 与此同时 因为凿墙的剧烈动作 让正在泡澡的安娜 看到了水面的波紋 她吓了一跳 立马起身 可临浴石无缘无故又被烫伤 接着 她仿佛又听到了水池传来的细微声音 这一连串的奇怪事情 让安娜摸不着头脑 原来是安娜发现了浴室的构造体 故意扭动热水开关 才将安娜烫伤 她做的这一切也不光是为了报复 更希望安娜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事情 从而发现她的存在 这天 安娜在家蹦荡的时候 意外发现掉在角落的密室钥匙 她疑惑地捡起来 看出是钥匙的同时 她更觉得这是个装饰 于是她对着镜子 把它戴在脖子上 可密室里的贝伦看到这一幕简直快疯了 她不断拍打着波紋 可是对面根本听不见 男友正式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让她过去辨认一具尸体 无聊的安娜在花园溜达 顺手将吃完的苹果扔进池塘 盼着泛起的涟漪 安娜突然想到浴室的水池 她立马回到浴室 安娜终于注意到水面细节 贝伦高兴坏了 她疯狂地敲打水果 可看着跟随自己指令波动的水面 安娜吓到了 她有些愤怒地转身 以为是男友在跟自己开玩笑 可房间内没有任何回应 她继续尝试 终于知道了镜子的后面就是贝伦 安娜立即开始寻找密室的入口 她看到狗狗在巴拉那面大镜子 于是安娜返回询问镜子是否是唯一的入口 看到微微水波 她知道答案 随后便对着镜子一顿摸索 没有找到开关 于是把目光放到了旁边衣柜上 终于在书架的最深处找到了门锁处 从脖子上取下钥匙 就在即将开门时 她停住了 因为她害怕如果贝伦出来 男友就会弃她而去 再三抉择下 她来到镜子前 她选择视而不见 和贝伦道歉后 放掉了水池里的水 女人遇到了十分奇怪的事情 睡不下